那个各位观众中午好啊 我是纽约市观众导游网引Hermit 又一期节目呢和大家见面了 可能啊您觉得呢 就是说如果你想看这个埃菲尔铁塔呢 那你一定要去这个法国的首都巴黎了 但是呢您可能想不到呢 其实在我们纽约市皇后区的法拉圣啊 有一个酒店啊 它的那个顶楼啊 也放了一个埃菲尔铁塔的这个就是复制品 而且这个复制品呢 还被这个法国巴黎的这个埃菲尔铁塔委员会啊 给指定为啊是算作呢 就是其中一作呢 就是说被承认的啊 被承认的这个埃菲尔铁塔的这么一个复制品啊 这个这个地儿呢 还上了这个埃菲尔铁塔的呢 这个它的记录啊 那么呢咱们就去那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法拉圣的这个埃菲尔铁塔了 它是在一个酒店的顶楼 如何如果您是住我们这个 纽约皇后区这附近呢 当然我不住这儿 我住在那个法拉圣的长岛 但是没关系 如果呢你从麦哈顿呢 呃开车像我一样每天上班呢 你如果开车呢回这个 咱们说这个法拉圣也好啊 回长岛也好 你都是要顺着六七八呢 和这个四九五这两条高速路呢 向东开 你只要是向东开呢 你一定呢会注意到就是说 这个建筑上的这个埃菲尔铁塔 这个埃菲尔铁塔呢 大概十一英尺左右高啊 但是呢它被这个法国巴黎的埃菲尔委员会呢 认为呢是这个全世界呢 重要的埃菲尔铁塔的复制品之一 这个呢也是呢整个纽约市呢 一个比较重要的小景点 很多的朋友啊 而且我在带团的时候啊 只要路过这个地儿 好多人都问我 说哎那个王先生啊 我说喝什么呀 那那底上那怎么有一个埃菲尔铁塔 我说哎 你已经就不知道了 因为这个地儿啊 它最早期啊 是整个法拉圣 咱们说呢封越场所的聚集地 或者说呢就是法拉圣早期的红灯区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呢 这边就特别的火 可以说呢算是这个法拉圣地区 当年做这方面买卖呢 都是认准了这个埃菲尔铁塔才来的 咱们说啊 早年的法拉圣红灯区啊 其实啊就在这个四九五和六七八的两侧 因为呢这边有很多人呢 都是这个开车来来帮忙啊 这个是这个酒店呢 你如果白天来看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所以说呢好多人呢 由于开车呢来这边呢 啊你也知道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子 是吧 红灯区啊 你有需求呢 你有钱呢 就什么都可以交易啊 这多了不多说啊 这个呢是晚上的照片啊 你只要路过 你会看到这个塔呢 就通商店啊 每天的这个光和颜色还会变的 具体是什么呢 呃我也不是特清楚 他们有人说 这根据当天的那个 好像说交易价格有关 因为我不好这个 所以就没研究过啊 但是据我所知呢 大概是从一九五六五七年的这边呢 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红灯区 而且当时的很多的 这个包括华人啊 什么都是来这边的啊 不是到现在的法拉圣的那些地方啊 总之呢 这个地方呢也是很有意思 而且这家酒店呢也很有意思啊 今天呢咱们呢就带大家呢 到一会儿到里面呢去看看 因为这家酒店里面啊 装修的还不错啊 夏天还合斥啊 虽然我没住过 好大家去看一看啊 我去看看啊 我去看看啊 щоб多吵不错啊 我去看看啊 那么不错啊 那你不行啊 我来看看啊 我去看看啊 我去看看啊 那我去看看啊 从来就这个赴心啊 咱们哪里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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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说呢 所以呢 这里面很多的设计呢 都有东方的元素 包括在这从另一个侧面 我拍到的 就是你看好多的 挺有意思 好多的鱼呢 在这游是两个大鱼缸 这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前台了 包括你可以看到这个Wonder Woman 神奇女郎呢 是骑着一个老虎 包括呢 这边有一个呢 关于这个中国红欧梦的 这么一个 一个大的 这么一个警察狼花瓶 咱们说呢 这个呢 就是咱们这一期的节目 如果您对这个酒店感兴趣呢 您每天呢 自己开车呢 也可以过来看一看 我是纽约市官方导游 网引 这个呢 是纽约景点 Tommy节目 如果您感兴趣呢 您可以上YouTube Bilibili呢 和西瓜视频 当然了 如果您有任何的意见 或者说呢 您对这方面比较更了解的话 您呢也可以呢 在我的频道里留言啊 非常 这个感谢呢 各位订阅关注点赞 分享我的频道 我呢 下一期节目呢 再和大家见面